我们经常谈论的都是正义的力量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谈论科技的力量 事实上我们这次看到了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高技术的巨头 以及垄断性的科技公司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事实的一部分 他们甚至可以误导误导许多人 他们拥有的科技甚至被用在造假上 之前我们都知道 造假在每一个社会环节中其实都存在 但是在选举舞弊案中 低技术的造假有高科技的造假 也出现了 选票计算过程中的软件 你说被恶意的篡改了 这还仅仅是一部分 更多的是高科技公司为了他们公司利润 为了稳定的能够长久的获得利润 他们甚至在影响舆论 在封杀一切 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声音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火 希望能进行司法上的反击 重新计票 个别州 在计票还没有结束的状况下 尽可能通过威慑 让他们不再敢造假 已经发现的造假的问题 尽快的通过法律手段 把它流转过来 这一切都让人们知道一点 科技进步的同时 善与恶也在进化 一百多年前 张太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聚分进化论 他当时就预计到 善在进步的同时 恶也在进步 科技改变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了 科技也在改变选举 甚至改变选举结果 但掌握科技的一定是人 除了高科技公司 以及赖以为生的各个利益链 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大家还要想清楚一点 美国大选 到底给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各国政要急于表态 甚至战筹队吗 其实之前也闹过乌龙 但你不得不承认一点 即便有乌龙 美国政治的主体 还是值得信赖的 那今天 他主体的一部分出现了问题 高科技公司 垄断性的公司 他可以分杀言论 他可以在科技上 协助选举过程中的舞弊 但最终实施他的 是民主党 掌握科技 用来作恶的始终是人 那民主党有很多丑闻 不在乎多这一桩 共和党类似于像刘仔一样 不太愿意说话 最起码 说到的基本上能兑现 太夸夸其谈的东西 他们宁愿不说 而民主党一般都是先说 能不能办到再说 两党政治呢 总是有对比 谁更好一点 谁更差一点 或者谁目前的政策 更符合美国 更符合我们的期待 但在这一刻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把事实摆在第一 把观点摆在第二 因为这个世界是非常真实的 国际政治 尤其是美国政治 充满了变数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 看待它的角度 都会有所不同 我们不能因为 我们自己 看到的东西 与别人不同 就抱怨别人 看到的是假新闻 在造谣 在传播一些 不符合 不符合事实的消息 我们还是应该 多听一听 大家的声音 听一听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听一听 美国选民 投票以后的声音 他们有些人认为 这次投票没有舞弊 即便有 也不多 那么有一些人 因为他自身的选票 被篡改了 所以他坚信 不是他一个人 有这个遭遇 就如同我说的 北卡一样 很多支持拜登的人 认为 即便北卡 拿回来了 能改变选举的结果吗 但随着川普的反击 随着法律意义上的 证据越来越多 我们会看到一点 不是川普 在下一盘大棋 而是他原先 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只是 他要争取的是时间 他要在足够短的时间内 把证据端出来 让大家都能相信 选举过程中 确实存在舞弊 计票过程中 确实存在差异 我相信如果说 大家都能公正地 看待这一点 争吵有些时候 就可以避免 为什么仅仅要争吵呢 总是在指责 谁更邪恶 这对选举过程中 所产生一个美国的领导者 其实并不利 不是说哪一个领导人 是完美的 或者哪一个领导人 能够让美国做得更好 大多数情况下 作为选民 他只是考虑未来四年 是吧 谁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符合美国公民的利益 能够保障美国利益的 都是合格的政客 美国历史上 没有真的哪个总统 说是 全民都在指责他 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总统 所有人都在推崇他 他任职期间内 所推行的政策 是不是符合 当时美国的利益 这是最重要的 川普是比较急躁的 或者说他的动手 得罪了太多的人 牵涉到的利益过大 引起的反击 是原本大家就预料之中的 只不过我们没想到 民主党这次把事做得这么绝 而且造假的过程中 秉承了他们一贯的态度 就是质大财数 但你不得不承认 川普反击的时间 法定的时间 相当短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点 目前在我们面前的 不仅仅是选举舞弊 不仅仅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它事实上 是一个宪政危机 在美国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出现 之前即便有一些波折 没有这么大 这次参与造假的人 参与对川普 就是说屏蔽他的声音 甚至屏蔽支持他的人的声音 这都是前所未见的 我们在经历一个 全球化带来的后果 极速的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这种时刻 应该来说除了中国以外 其他国家应该也是参与了 俄罗斯明确的表态 在美国没有通过法定程序 决定谁是总统之前 暂时不向拜登祝贺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说明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最熟悉你的不是你的朋友 而是你的敌人 俄国和中国都在关注美国的大选 无论民间怎么样的三封点火 包括官媒怎么样的报道 中俄两国的领导人 都是非常谨慎的 不是说他们非常尊重 美国的民主制度 尊重美国的选举结果 而是他们赌不起 那相比之下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几乎就跟开玩笑一样的 谁拿到270票 他就祝贺谁 他认为这是一种惯例 错了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真的是朋友 有一些小国非常急于表态 之前我们看到过很多 譬如说波兰 在美国发起对中国制裁的过程中 他们急于跳出来 强烈要求美国驻军 是吧 你把在阿富汗伊拉克撤出来的军队 在德国撤出来的军队 摆到我这儿来 我们付钱 更多的国家在这次选举 还没有落幕之前 就急于表态 其实也是这种心态 我们甚至看到了许多 原本不应该表态的国家 不应该站出来的媒体 也在代替美国的选举委员会 做出选举结论的预告 这一切都有他们背后的利益 其实我们看到最多的 影响这次选举 最多的是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他们一定要捍卫自己的公司利益 所有在美国里能看到的正面报道 都是倾向于拜登的 什么时候情况会出现逆转呢 到了这些 纪别科技公司 垄断型的这些大的公司 愿意出钱 也没有真的哪一个媒体敢站出来 无底线的为他们支撑了 这个时候 你才会看到反转 你才会看到所谓的正义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从马克图文在150年前 写过竞选州长以后 许多国家的人 包括中国人 读过这篇课文的都知道 竞选过程中 一定会有黑幕 一定会有黑料 甚至抹黑是一种常态 急于表态是一种不绅士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愿意 多听一听别人的声音 多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声音呢 我知道有很多人非常坚定 他们认为川普是天选之人 但是我告诉你 川普自己也知道 比他聪明的人还有 譬如上帝 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每一个国家的普通人 我们没有权力决定 别的国家的人怎么生活 怎么样实施他们的民族 怎么样表态 甚至司法怎么干预 那么我建议大家 静静的观看 用一颗谦卑的心 多学许学习 别人的制度 文化 甚至别人的失败 大家都开过玩笑 是吧 失败是成功他妈 但事实上 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能静得下心来吗 说美龄大事有静气 这个一般人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但我还是尽量奉劝大家 静下心来 看一看 美国的民族不是完美的 但它一定会有自己的纠错体制 急于表态 其实并不成熟 而且我们作为外国人 急于表态 甚至鼓动美国公民 去怎么样做 我认为 事实上 这还是外国政府 干预美国大选 无论你是不是认为 你是反对中共的 实际上你是外国人 在美国人的眼中 如果外来的声音 干预的声音过多 它还是会把它归咎于 这个结论 你认为你是心事好的 但是在法律面前 在美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面前 我相信 没有必要去挑战 因为我们都是在追求民主宪政 都试图让我们自己的国家 能够走向现代化 能够融入国际社会 那么最起码就是一点 尊重别人的制度 尊重别的国家 包括美国的民族制度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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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com